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击 剛剛トragt.WC也先提到 今天会送利市股子给投资者 选择什么股票呢?呢? both gain and action 和策略有怎样做呢? 其實剛才有說過今年年初一些科技股升上來 傾向上都是屬於資訊科技的類型 但按上去年的經驗來說 都會留意到其實板塊是一個一個去炒的 以至到你現在看到資訊科技股升的話 它未必可以保持到一個升勢會有一個持續 相對上當這個板塊是一個回軟的狀況時 市場的投資者傾向上就會找一些相類似的股份來做操作 所以除了資訊科技股之外 我自己也會留意一些生物科技股份的類型 當然生物科技的類型簡單去看 就是跟一些創新藥有一個關聯性 第二個就是跟一些醫療器械的關聯性會比較高一些 我自己今天會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啟明醫療2500這個股份 它傾向上就是跟一些醫療器械方面的關聯性會比較高一些 就是跟心臟的心反這些研發業務有關 最近這幾個交易日的時候 其實都看到那個股價開始逐步是一個回升狀況 之前那個波幅區間傾向上來說 都是在28-30元附近的位置 最近昨天來說似乎有一個破頂的跡象 另外一個方面可以留意這隻股份是在2019年12月上市 來到現在的股價表現 大家大概會留意到 其實是在上市的一個低水平 所以這個位置去看的時候 吸納的風險相對上也不是很大 也看到這間公司其實都蠻積極公佈一些不同的新業務的消息 是說它那個心反方面的研發 以至到它一些新的產品的發展的時候 都是在這個全球性領先的地位 我想大家去選擇 除了這一隻之外 可能你再去看一些生物科技股的時候 一方面你可以留意一下 到底它的價格是否一個比較吸引的水平 另一個方面去考慮的時候 亦都看看行業前景是否吸引 這隻股份在同業來說 如果你按視帳率的定位來看的時候 其實相對上都是偏低的 它大概只有兩倍左右的市帳率 同業普遍來說是4、5倍的市帳率 所以現階段吸納的防守性亦是比較高的 即現水平你覺得現價30.4都可以考慮買嗎 這個位置都可以考慮買 當然對應有些投資者可能都會去留意之前的低位 例如1月7日上市以來最低的收市價 就是25.8這個位置 如果你說稍為謹慎一點的投資者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是介乎27至27.5之間才效率吸納 亦都是比較適合 現時我按個股值來看的時候 這隻股份介乎合理值 就是45至50元之間 以現時的基本面來看 如果它的基本面持續地向好 甚至它已經產生了一個盈利能力的時候 當然那個股值就會再上調 即是你上網就可以去到45元的水平 是的 因為這個是離市股 我們那個時間點未必會很長 你覺得今年第一季 會不會看到你剛才說的目標價位呢 暫時去看的時候 我想都需要大市的成交量有一個配合 如果你說可以保持到 一直是15億以上的水平的話 應該會陸續見到會有資金 會流入這隻股份 所以暫時保守看第一季的狀況 我想40元應該就可以去得到 只不過45元的時候 都要看回大市的表現 是不是有一個的配合 是的 剛才我們節目一開始都說到 最近消息比較多 環球局金融市場的變化也很大 好 一下子的善咒 你覺得止蝕價應該是甚麼水平 我想按住大家的買入價 如果是回調到一些一成的狀況 可能考慮止蝕就會比較適合 好 大家可以先帶著 這是第一隻離市股 我們接下來會還有四隻 接著 我是504毛巾 就是那種的賣ici Join賣進 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